字幕-1.8 星期字幕-1.8 星期字幕-1.8 Hello 大家好 今天英超眨眼 原來已經來到第18輪了 第18輪差不多是一半的 但在這些情況下 真的沒有人猜得到 今輪只有4場英超能打球 本身有5場 最後臨打球的時候 維拉那一場也是要經過考慮之後 就宣布取消的 真的太多不可確定性存在了 疫情很明顯仍然肆虐在英超賽場上 前一輪少了一場 上一輪少了三場 這一輪少了六場 你一看到 其實真的完全沒有受控 我們真的希望英國那邊能夠做到更多的事情 英超聯盟可不可以拿到更多的東西出來 可以幫到手呢 會不會真的停一停 會好些呢 你這樣倒下去 其實都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倒不如真的 停一段的小時間 快點解決好 暫時晚聯就沒有什麼消息 那些官網很多 或者IG都是不斷地說以前的事情 或者拿回以前的廢Sir和阿施朗那些 interview 都是在敗一些舊情懷為主 頂著當 任何的操練片段都沒有 下一場比賽27號對著劉卡蘇 能不能夠踢到呢 到現在還是未知之數 暫時 連操練片段都沒有 一些消息都沒有 好像完全靜了 好像收了季一樣 我估計卡林頓應該還是關閉中的 所以 練不到球 其實這群球員 你說想他比賽 我覺得都是天荒野譚 如果你今天還沒開 那你說27號要踢球 那這群球員剛剛好 能不能夠有氣有力 都不知道 還要練球 唉 這些事情我完全覺得 真的不可能會發生 但事實上 看來英超聯盟還是想繼續 但是有傳英超現在就說 賽會和球員是緊急開會 就是這一兩天就會決定 會不會真的決定暫停一輪呢 就是你停一輪 等所有球員都可以清晰 就是球員好起來了 然後大家公平一點 還有操練幾天才開始 其實是一個更加公平 以及更加安全的操作 如果大吉利是 又說有什麼球員 因為疫情 有什麼重病 導致他之後的表現是永久性受損害 我相信真的沒有一個球迷是想看得到的 所以真的 停一停之後再補回 是不是不行呢 反正都停了這麼多場 倒不如真的停一輪 會更好 復賽之前 我只是會圍繞著萬聯的新聞 繼續為大家服務 但是我估計 影片之後 就未必會條條到30分鐘 就是會稍微縮短一點 到第二天有回球的時候 再跟大家講回詳細的 賽前賽後分析那些 今天主要跟大家講兩宗的轉會 一宗是迪基亞 你一定猜不到 在這個時候 迪基亞今年好像打得很好的 每個人在萬迷 其實大部分都認可他的表現 另一位就是卡馬拉 這一位就是法國的馬賽防中 這個中場傳得出來 我相信可信性是不低的 待會再告訴大家為什麼 我們首先講迪基亞這一宗 今天香港時間的20日 今天早上 看到一宗新聞報道 就是曼徹斯特曼 曼徹斯特曼 曼徹斯特曼不能說它是一個 吹水報 也要有一點可信性 因為它在當地 其實會收到很多風 或者自己會報道 會看到一些東西 曼徹正在觀察梅斯利亞 這是列斯聯的主力門將 或者你叫他梅里亞都可以的 就是不同的電視台 有不同的譯音 拍到曼徹的龍門球探 Tony Corton 是坐在曼城對列斯聯 大炒列斯聯那一場 即是7比0贏那一場 拍到他在看台上看球 作為一個球探 如果在看台上出現 我相信你不能夠說 他是為了個人的原因去看球 一定是在觀察一些東西 曼城球員 其實我們曼聯球探 就不會看的 你一定是在看列斯聯球員 你問我看誰 如果你不是有這篇報道 我會覺得他是在看 奇雲菲利斯 因為之前也傳過我們買中場 阿蘭力克是會有這個考慮 就是覺得奇雲菲利斯 也是其中一個選項 但是你派得龍門球探 球探其實分門別類很多 前鋒球探 中場球探 龍門 自己各自有不同的強項 你才懂得看 Tony Corton 就是看龍門 那列斯聯的龍門 就是只有一個 精選 梅斯利亞 但是在這個時間上 我覺得迪基雅表現 其實明顯會升 上一季 如果你說上季去看龍門 我都覺得還蠻合邏輯 這個時間去看 其實就不是很合理 我猜不到他會這樣做 蘭力克當然有自己去看法 在這個時候奪回大部分 萬聯歡心的迪基雅 你去想去換他 那就要分析一下 究竟他在想什麼 如果他真的想換 就不是因為撲救那些問題 今年的迪基雅撲救 神救是多了很多 而且那些反應 其實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你說他是不是去到 1617 1718 那些巔峰狀態 我覺得還未到的 但是起碼 也有八九成 夠用 絕對夠用 英超來說 撲救反應 或者撲救成功率 其實今年的迪基雅是不錯的 我們看看今年的數據 和前兩季的對比 前一季的撲救成功率 其實還有七成多 上季季初跌到五成多 最後回到六成多 那麼今季暫時到現在 68.5% 其實真的都不算是一個低的數字 因為今年 萬聯的防線 是近三年最差的一年 我們的支持率是最多 而且很多的機會 都是在小禁區的位置 給人很多機會射 所以你計算下去 成功率 又要計算到少少 這些情況 防線實在太頑 那麼68.5% 都算是對比上季 是有進步 十二碼撲救 當然是大大進步 過去幾季的迪基雅 幾乎都沒有足夠過十二碼 今年四球十二碼 足夠了三球球 我相信 當然就是迪基雅 有苦練過 他在去年的歐巴盃 這樣輸了十二碼 令到對球拿不到冠軍之後 我相信 對於一個有自尊心的人 一定會下苦功去苦練 而今季是見到成果 但是更重要 在十二碼 足夠不足夠的時候 就是你龍門的信心 也很重要 一個沒有信心的龍門 是不可能足夠十二碼的 今年你看到他四射三球 就是令人眼前一亮 以及完全不像我們認識的敵基雅 這方面都是有大的進步 最重要就是這個 Expert Go 和失球的關係 就是你對球 有多少Expert Go 你照計 如果一個普通的門將的話 Expert Go 四十球 那你就失四十球 那就是零 如果你Expert Go 是四十球 而你失三十五球 那你就是正五 而迪基雅去到正五點七 這個數字是相當之高 就是放在英超的所有門將裡面 都是排名前兩三名的 還有還要打了未到全季 就是只有半季 如果這個數字繼續保持下去 是有機會繼續上升的 那你對比前兩季 明顯就有一個大的進步 前兩季其實都是介乎 有和沒有之間 就是一球半球 甚至曾經上季試過負 那今年去到正五點七 你就看到今年迪基雅 可以說是幫曼聯失少了 成五到六球的必入球 所以真的 撲救成功率這麼高 撲救表現這麼好 你去想換龍門 我真的覺得很驚奇 我相信你也覺得很驚奇 傳統異議上的龍門數據 迪基雅我覺得沒得挑剔 這一季沒得再好 你試試找另一個龍門來守 曼聯這條防線 今年這樣的豆腐渣的表現 其實可能失球會再多 真的未必只五球 十球都有機會 即是太多的神究 但是如果你說其他的數字 即是龍門現在現金 即是Modern的keeper 就看很多東西 第一個就是攔截全中 攔截全中 其實迪基雅一向都不高 好的門將 是可以去到十幾二十百分 二十是誇張一點的 但是十幾是不少的 但是迪基雅去到 前幾季巔峰的時候 都是五到六百分 今年其實還在跌下去 你看到上季4.5 今年是4.4 即是100球的全中球 他只有4.4球 是會出來拿到那個球 攔截了 這個數字上面 其實真的低 作為一個現代的門將來講 他的全中 幾乎沒有貢獻 那麼禁區外的sweep 又如何呢 之前都不高 零點幾 今年是大跌的 即是0.19 這些數字 沒得騙的 即是你出了幾次就是幾次 你只有0.19次長均 即是大概成五到六場球 才要一次去到禁區外的地方 幫隊球的後衛 去掃走那些垃圾 或者叫做sweeper 清道夫等等 總之幫助後衛的次數不多 當然有他的好處 之前都說過了 但是你作為現代教練 特別就是我們現在對球 正在轉型的時候 是不是足夠呢 大家可以心裡有把尺 數字上來看 絕對是不好的 那麼距離龍門的站位 都是一個關鍵的數字 就是你的龍門平均來說 跟你的龍門線有多遠呢 迪基亞上季14.1馬 今季13.6馬 大致上都沒什麼大變動 即是他沒有嘗試到多些去出禁區以外 或者站出一點點 沒有做相關的嘗試 都是大概這樣 全球成功率跌了 即是今季 雖然他踢得好 很多神舊 但是其實今年呢 你如果想回應真去回想 都有不少的傳球 是導致了一些險象的 例如直接交出去中場 被人搶了 然後射球 當然他就自己再神救了 但是傳球的確的水準 是低了的 這件事情 都頗重要 即是你如果想對球 打傳控 或者打pressing 你當中堅 那邊的閘位要上去前面 其實龍門全球質素一定要高 才能夠打到 否則呢 其實你交不了 即是一交上去就失 一交上去就失 還會被人打多很多反擊 你看到最後的數據 平均全球距離你就明白了 都是比較長的 三十多馬 待會我們對比其他門將 你就會明白的 風格上 敵基亞在數字上 我們看到其實好像 似乎還越來越保守 其實這個合理的 作為一個年紀大了的龍門 事實上他的體能 或者速度等等 都會有些下降 那麼 越年輕 就應該越傾向出來 越年紀大 就會縮回向後一點 當然 迪基亞現在年紀都不小了 所以 他真的會令到他的風格 越來越肯定 就是站在龍門線上 不出來的 這個 我相信不會改到的 即是去到三十多歲 是沒有辦法的 這類的變化 即是傳播 出來的次數 攔截傳中 我相信對於球迷來說 就不會那麼容易看得到 我們觀察到看長球 最直觀的感受 就是他撲了幾多下球 哇神夠 我們就會留意到 但是他拿不拿傳中 你不會那麼在意的 但是問題就是 蘭力克一向都是喜歡玩數據 喜歡找一些數據分析師 來跟他 會報等等 他就一定看得到這些分別 即是迪基亞的強項 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的弱點 我相信蘭力克會很在意 即是大家會知道 當年紐亞的出道 其實有蘭力克的功勞在上面 即是當年在C號克04 他是有份促成紐亞的出道 所以 你就知道他對於龍門 究竟他的要求是什麼 RB來比錫 都是的 即是龍門都要不斷出來 Sweep 而來到曼聯 如果你真的交了對球 給蘭力克去重建 我覺得迪基亞 在這方面 很可能就會令到他覺得 有需要換龍門的一個 即是非常大的關鍵 那你想一下 回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不可能會換迪基亞 不是的 即是如果你看一下 哥迪奧拿來到曼城 其實當年的祖克特 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大家都覺得他不是一個 超級門帳 即是未去到紐亞 雲達 沙斯 那種 但是其實他當年 在哥瑞來到之後 他並不是真的太差 但是哥瑞就是馬上買了兩個龍門 先買巴和 然後不行了 即是都不是很電撲購 差一點 再買艾達神 來到今天你就看到那個分別 艾達神 真的踢球踢到整個好像中場 即是他在後面的空球 還會看前面斬上去 然後直接斬上去 然後直接斬上去 做功都可以 即是這件事 是哥瑞告訴你 龍門是真的可以很大影響 而當時的祖克特 我覺得只是稍為下滑了 即是之後的跌架 去到不同球隊 都是打後備 那些是後滑 未離開萬城之前 其實都算是不錯 這個處境和今天迪基亞是類似的 跌了一點點 但是未至於是不能夠有 不足夠能力在打頂級球隊 所以哥迪奧拿做得 你說難力克會不會做呢 其實都不是說沒有可能 迪基亞雖然表現好 真的隨時的地位 不是太安全 還有另一個例子就是高普 高普來到 其實他有一個龍門就是米勞烈 那米勞烈就不算很出色的龍門 當然那個類型上面 都不是說迪基亞那種 就是站在龍門線 相反他就很喜歡出形 但是他的出形 是非常多犯錯的 就是大家如果連枝高的球迷 應該有鏡像 這個米勞烈呢 神究非常多 但是偶然 都不是偶然 是經常會派交衝出來 打手槌打空氣 或者衝出來單刀 然後出到很出的sweeper位置 是踢不住那個球給人進去 所以高普買艾利神 以及買卡里奧斯 其實都是對於出形 還有用波能力 我覺得是不滿意的 也不是因為撲救 其實米勞烈的神究都不少 你看到兩大主帥都有這樣的舉動 我想都很簡單 可以說明給大家看 就是打高壓迫搶 利物浦當年是 其實萬成也是 他的防線去到很高的位置 但是當然 他除了迫搶 還有傳控 但是大家不可以只看Tikki Tucker的傳控 迫搶也很重要 條防線站到這麼高 原則上 龍門是不可以只站在龍門線的 我想你要問 哥迪奧娜 如果當年我們賣迪基亞給他 要不要呢 我想他不要的 就是當年的迪基亞 可能那個撲救成功率 是去到八成那麼高的 但是很誇張的 撲救很厲害 但是我想他不會想的 因為當時市面上 你說有沒有其他門匠撲救 比艾達神好 比艾利神好 比艾利神好 我相信一定有 一定有 但是他們兩位主教練 都是看中了這兩個龍門 就是看中了他的用波能力 以及他的大膽出形 你看得到艾利神 今季其實他打得一般 但是上場球 比如你說對著熱刺 他真的出來救了對方很多次 當然最後失去那球 第二球是他犯錯 但是前面那四五球 沒有他出來掃 其實二次可能已經四三四五比零 所以真的 你見到當你後防線犯錯 龍門可以救到他很多次 而迪基亞在這方面是不行的 有辣有不辣 但是你打這次球 就真的可能有需要 換龍門也不出奇 那你能不能夠接受迪基亞呢 今年這樣的表現 你問我呢 我也不想的 我覺得太大風險了 當然我經常都提起這個問題 難力刻要改革 你知不支持他 到你還沒改革 你當然很興奮 迫搶 打進攻足球 aggressive 但是去到真的改革 會動到你的舊球員的時候 是不容易去釋懷 你買了迪基亞 是否有一個好人選呢 現在傳人選梅斯利亞 可以不可以呢 我們看看 梅斯利亞對比迪基亞 撲救成功率 今年就比迪基亞差 但是一方面 可能他有些少下滑 但是最主要就是 列斯聯的防守更差 他現在是英超 失球最多的一隊 真是被人打得瘋了 長長球 不是輸四球 輸七球 是吧 其實都不關梅斯利亞的事 上季列斯聯打得好一點的時候 他撲救成功率都有七成多 所以梅斯利亞不算太差太遠 但是12碼撲救率就差一點 今年還沒撲過 去年其實都是沒有記錯 就撲了一球 梅斯利亞也是一般的 但是你看到 今年的XG Xperia Gold 以及失球的關係 是-4.4的 就是和迪基亞 是差9的 就是一個負寫一個正5 其實差非常之遠 上季他有正5.3的 都算是很好 但是會不會 如果一個年輕的龍門 就是這麼不穩定 其實他今年才21歲 那你能否覺得他 是有信心給你呢 他當然就是 下一版 所有的 這個叫Sweeper龍門的數據 所有都高過迪基亞 你看看 攔截傳中率 11.7% 高過迪基亞很多 十一次 每一百次出來十一次 每一百次出來四次 是多成兩點幾倍的 禁區外Sweeper 平均一場1.1次 迪基亞得0.19次 也是多很多倍的 龍門 距離龍門的站位 十五點七馬 全球成功率高一點 平均全球距離 短一點 即是說 不會腳腳都斬波斬上去 解圍這麼簡單 你看下去 很明顯梅斯利亞 真是一個 高普 或者哥迪奧娜 會選擇的龍門 是他們喜歡的 我相信 蘭力克 真的會對他有興趣 就算不是他 都會是一個類似的龍門 就不會是迪基亞 即是不會是 阿仙奴 你說買藍斯道 就是看他的撲救成功率 很高很高 他反而會看後半版 這一版的數據 梅斯利亞的確是一個好人選 但是風格上那麼不同 撲救可能就沒有那麼多神救了 只有21歲 是不是足以應付呢 現在因為 孟斯利亞的晚報是說 會賣走迪基亞 即是他的猜測 去看梅斯利亞 就是直接取代迪基亞 我自己覺得是不安全的 即是你這樣換 現在好地地 其實改革的東西 是要一步一步來的 即是你說 一下子就換掉所有球員 把迪基亞都X了 其實真的是很大風險 你問我呢 我會傾向於租走迪 Din Henderson 然後 把格蘭叔叔 和希頓 希頓如果願意留下打第三門將 OK的 但如果他不會願意 就清走 然後你可以考慮 買梅斯利亞來做個後備 然後就先做著迪基亞後備 或者少少輪幻一下 就不是平均一人一場的了 杯賽給梅斯利亞學一下 打一下 然後去到2023年 大家都知道 其實迪基亞的約 到2023年 講好像很久 講講一下其實只剩一年半而已 就到年半之後 然後收回癡軒達神回來 是不是 愛姐和軒達神回去 收回癡軒達神回來 和梅斯利亞做競爭 其實是一個好的選擇 那 迪基亞我們就一直用他 用到他懸弱 然後風風乾乾送他走 其實是更好的一個方法 我就不傾向說這個夏天 賣走迪基亞 直接給梅斯利亞上位 其實真的不是太好 你說用了癡軒和梅斯利亞兩個競爭 我都覺得不如你留多迪基亞一年 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的想法 除了龍門 中場就一定是最迫切的位置 這個我相信都沒有什麼爭議 買龍門可能沒有那麼迫切 但是中場實在不夠人 只有馬迪、馬克克和雲迪 四個普巴我們不會再算他了 因為他到這一刻都沒有續約 我相信他續約的機率真的不高 就算他不續約也好 他不續約也好 其實就不可以再用他的 我是建議說他的 因為一個不續約的球員 你放在球隊裡面 其實是不好的 對對對球的士氣 還有對其他球員來說 打擊是大的 他都沒有心踢 沒有心續約的 我們應該給其他球員 更加多的機會 看看普巴怎麼決定 你看到他的經理人 其實不斷地說話 最新有話 普巴是沒有決定有什麼 但是他沒有再提過馬連的 只是說黃馬那些 我自己就不會再算他了 那麼最新存在的目標 就不是希達拉 希達拉就是RB來比錫 那位中場 我相信他也是目標之一 不是說沒有了 另一個今天或者昨天開始傳的 就是這個 保巴卡卡馬拉 這個卡馬拉是法國中場 在踢馬賽的 我相信他的名氣不算太大 就是一般球迷太英超 應該都沒有聽過他 那麼這一位球員 為什麼我要拿他出來說 其實每天都傳很多的傳聞 傳到福仔去巴塞龍南也有 然後卡環林去巴塞也有 說隔年會去阿仙奴也有 但是這一單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因為有一點點感覺 是蘭力克的手筆來的 就是蘭力克很少買球員 在大聯賽高價夾的 就是多數夾是什麼呢 就是夾這些法國法甲的球員 就是潛力比較高 名氣比較小 這位球員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他22歲而已 但是已經成為了馬賽的第四隊長 馬賽其實都好幾個老的球員在陣 就是一個大家都會知道的 就是以前韋思涵那位的 法國翼鋒的柏爺 柏爺 當年真的很好球員 現在馬賽都差不多退役 差不多了 34歲 其中一個隊長 還有文丹達 就是這位千年的法國第二門將 但是都是名將 三十幾歲的 還有一位都是30歲以上的球員 就是馬賽的老臣子 而第四隊長 竟然是這位22歲的新秀 你看得到 馬賽對他的期望有多大 而且他也一定有個人的成熟度 就是22歲 他真的要很成熟很早熟才能夠做隊長 而他今季已經做過幾場球隊長 那麼他十八歲就出道了 就是直接踢一隊 就是連續四季 踢足四年的主力 在法甲 雖然你說法甲而已 但是大家看到 今年沒有一個法國中場去了王馬的 都幾乎是立刻會打輪門正選的 就是我很想要那個卡馬雲家 那你說卡馬雲家厲害還是他厲害呢 我覺得卡馬雲家的天分一定高很多 那麼 但是這位球員呢 就是比較傾向一種實用的球員 實實在在 就是沒有一個教練不喜歡去的那種 其實馬賽近幾年都經歷了三個教練 就是這個韋娜斯保瓦斯 還有前羅馬的教練 如果沒有記錯 再來到第三個教練 就是現在這一位的老排教練 又教過阿根廷 那三位年輕的有 中年的有 老的教練也有 都是用去打主力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球員是很實用的 就是必然是一個很實用的球員 才會禁受幾位教練尊重的 那麼其實他22歲已經踢過三季的歐巴杯 一屆的歐聯比賽 雖然戰績一般的 就是馬賽的實力一定是一般的 就是受限於球隊 那就沒有辦法了 亦都沒有過冠軍的經歷 但是經驗上 對於22歲來說 算是不錯的 就是來到英超 你說是不是特別有信心 不算 但是也算是有點根底的 就是不算是一個 是非常Raw 好像亞馬特大路那種 你一看未來都知道 他是踢不到英超的 這個卡馬拉我對他有信心 就是慢慢慢慢 就是需要一點時間而已 但是應該在一年半載之內 一定是可以造成一個主力球員去使用的 最重要的是 對比一下他跟我們現有的球員 對比麥湯最好 跟麥湯比較 你看得到 上半部分就是傳球 下半部分就是防守的數據 進攻的部分我們不看 因為他也不算是一個進攻球員 都是偏向防中 或者是一個大概box to box 你看到第一二行 Pass Attempt和Pass Completion 就是傳球的數字 還有全球成功率 都是明顯高於麥湯 很多 中間那一行 就是那些 Progressive Pass Carries 或Dripples 差不多 或者Dripples 比麥湯 你不要小看他 對於中場來說 他也有很多持球向前的突破 卡馬拉是比較少的 就是用球 我看過他兩三條片段 都是挺實在的 一有球就傳那種 不會自己上腳太多 那全球根底是不錯的 或者是接近90%的全球成功率 還有防守 你看到Precious是比麥湯 麥湯很少的 你猜不到我們的印象 麥湯經常都幫忙防守 但是他主動施壓不多 Takles 都是卡馬拉比麥湯好 但是下面那一堆 高球的Ariel Swung 以及Clearance 比麥湯少 因為始終麥湯 就是位置比較逗後 而且身形比較高 卡馬拉大概是1.8米左右 未到1.8米 滑許還會高 但是不知道 始終麥湯就是1.9米多的球員 你看到 類型上面 有一點類似 但也有分別的 技術 傳控的會比較好 對比Fayde 亦都是傳球比Fayde 上面的部分 不能比Fayde 完全比卡馬拉差很多 但是防守 Precious Takles 那些 又未足夠Fayde 那麼主動 以及撲得那麼頻密 Fayde Precious 排在全世界中場 排在第五 第六位 即是100個球員 所以真的很高 Takles Interception 那些Fayde 真的很多 他的價值一定有 但類型局限 就是一個逼字 卡馬拉 相對上 比較平均 你看到整版 中場的 全空和防守 都沒有說哪些很弱 所以你22歲來說 其實都挺好的 傳播技術好些 年輕有活力 感覺是像一個 Fayde 加密湯的混合體 是不是很頂級 不是 沒有卡馬雲加那麼厲害 但是 你說買到他好沒有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你看到全球數據 過去幾季 由2017-18年 大概17-18歲的時候 86% 85% 來到今季是去到89.8% 你看得到 一個明顯的進步 還有Key Plus 0.2 進步到今季的0.71 都是一個很明顯的進步 你說22歲球員 還有沒有進步 很明顯的空間還有 所以 過了兩三年 我覺得 他會有一個希望 會去到一個一流的水平 那卡馬拉 今年最重要是什麼呢 為什麼要傳他呢 就是因為他沒有續約 跟馬賽的合約 只是去到今年的夏天 就到期了 跟普巴的情況一樣 對於馬賽來說 他應該就是想要下一步 去更加大的球會 對於我們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不是太頂級 但是有潛力 有一定的實力 能夠幫得到手 那你簽他 其實都是 我不覺得會有錯 但是雖然我自己 實不相瞞 從來對法甲的球員 都一定是戒心的 我覺得法甲的水平 跟英超沒有得比 剛剛那堆數據 都是 你要自己 有一點考慮 就是他在法國做出來的數據 但是當然有歐聯 有歐巴杯 可能水平會差一點點 但是你可以有一點參考 但是 就是法國球員 多數會有問題 但是都有些好貨 你說現在蘭sir來到 我會傾向相信他的眼光 如果是他選出來的 還有這麼便宜 就是只剩下半年合約 我相信你現在搶 一二千萬就搶到的了 如果搶不到的話 今個月或者下個月 就可以嘗試跟他接近 是可以免簽試試 我覺得是沒得輸的 就是這麼便宜 就算錯了 都沒有吃虧 就是用到過來 不行了 兩三年後又再賣了 都可以 所以這個球員 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相信 都是蘭sir 有機會會做的第一個收購 大家記得喜歡的 就幫我訂閱 留言和LIKE 今天就講到這裡 記得有興趣的 加入我們頻道的會員 去支持我的創作 好嗎 下次再見 拜拜